這次起火的位置疑似 就是這兩柱內的電線 可以看到他們有一些是 牽到了外牆上 數量至少有幾十條 裡頭可能包含店家 或者是住家牽的線 如果數量太多 就有可能會導致起火 密密麻麻好幾條 有的牽到周牌燈 也有網路線 或是第四台的線 全都纏繞在一塊 或許單單一條線 溫度不高 但如果互相有擠壓到 就會導致升溫 造成電線走火的風險 像是在這個月初 台中一起燒肉店火緊 整個棋樓天花板燒不見 起火原因疑似就是 燒肉店跟隔壁診所棋樓上頭 兩柱包材內的電線走火 造成火事燃燒到店家 導致一死一傷的悲劇 沿著事發地點附近查看 好幾間店都有電線 包進兩柱裡頭 這些線到底由誰管理 其實消防 台電 公務局 都不負責 可以說是三不管地帶 一旦發生意外 得要由用戶端自己全單 有工人坦言 只要接到案件 就會裝 根本不會去看 裡頭的電線數量多不多 而裸露在外的電線 同樣有風險 如果有人丟燕地 或是外頭塑膠包才破裂 導致雨水噴漸進去 也可能會造成電線走火 為了美觀 大多數的店家都會藏進梁柱內 雖然說梁柱裡的線 誰裝誰管理 但火箭往往把現場燒得焦黑 想要究責出 是哪一條線造成意外 恐怕沒這麼簡單 請問黃先生 我現在賣新聞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他會遇到 警察 警察 感谢观看